好,另一个战场我们还是来关注 在中东地区是以哈冲突到现在超过了半年 而传出乙军在加萨南部要做策略性的暂停军事行动 不过事后有另一个消息说 总理纳坦雅胡完全是被蒙在鼓里 他是看新闻才知道军方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很明显是政府跟军方好像已经完全不同调了 教授您认为这透露出以色列内部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的,主播您说的没错 其实这就透露了以色列内部政府跟军方 甚至是政府内部都有不同的意见 针对这场以哈冲突 其实以色列人民或者是以色列内部 对于纳坦雅胡政府到底能不能呈现所谓的战场的胜利 或者是到底能不能继续稳定的以色列发展 让以色列可以安全或者是赶快停火 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信心的危机跟信心动摇 事实上纳坦雅胡就在不久之前 几个小时之前才正式宣告他要解散所谓的战时内阁 当然前面的故事是战时内阁当中 比较站在中间反对派的 也就是不是那么激进极右派的关键的政治人物 包括了国防部长,前国防部长甘兹 都主动的辞去了战时内阁的职位 那当然间接的也导致了纳坦雅胡必须要解散 因为在关键的人物辞职之后 有一些极右派的政治人物 自己主动的强调说他们想要加入战时内阁 要带领以色列继续在加萨走廊这个战场上面 要持续的来进行对哈马斯的攻势 那纳坦雅胡是决定要解散 而不是加入更激右派的路线 事实上他也反映出纳坦雅胡 面对现在这个国内的政情 尤其是对面对反对他的声音 现在纳坦雅胡也真的感受到压力 那至于说政府跟军方之间的起见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纳坦雅胡可能更加重 更加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是在以色列内部 怎么样来稳定住激右派 以及所谓的反对派的阵营 看到了比较中间中立路线的这些政治人物 不再继续再参与纳坦雅胡的政府 恐怕会引起的民怨 甚至是街头的抗争 会对纳坦雅胡造成更大的这种冲击 也许纳坦雅胡觉得对外表达强硬 继续的有美国或者是有西方国家的奥元 就可以在加萨走廊持续的进行攻势 可是当国内的这个所谓的 自己家门内的这把火如果烧起来 其实对于纳坦雅胡来说 压力会比国际的这个舆论压力 还要更大更更剧烈 冲击也会更大 那当然纳坦雅胡是不是会向国内的民意低头 这是我们要观察的重点 只不过短期之内 我们只能说在加萨地区 攻势或者是巴勒斯坦人的伤亡 要看到马上停火 要看到马上的和平到来 恐怕还要多一点时间来等待了 所以听起来是纳坦雅胡 现在面临了蛮大的执政上面的危机 而另一个人我想也是一样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了 因为右翼势力在崛起 所以他日前宣布要解散国会 6月30号要重新举行大选 而上个周末 法国街头25万人走上街 来反对这个右翼势力 而现在法国有四个左派政党 他们在协商之后同意要成立一个新人民阵线 那教授您认为 这个新成立的组织 有机会在国会选举当中来扳回一城吗 是的 目前以法国的民调看起来 右派的阵营 尤其是勒庞带领的右派的政党 事实上在民调当中仍然是保持领先的 大概可以取得33%到35%的这样的支持度 而刚刚主播所提到的 四个左派的政党 包括马克宏他自己带领的政党 目前在国会当中 其实是相对的没有这么多的 没有这么多的席次 在国会当中只占了155席 并没有单独的过半 所以他们在左派的政党 现在担心右派的崛起 所以发动了群众的抗争 发动了大家上街头 来对左派的声音来进行支持 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四个政党所组成的所谓的左派的阵营 并不是全然的支持马克宏 他们所代表的是担心右派的崛起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支持的是马克宏 马克宏本人的支持度其实并不高 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左派阵营到底能不能真的 达到所谓的集结效果 在选举当中发挥他们的优势 其实还是一个问号 虽然我们看到了街头的抗争 包括了可能有20几万人上街头 但是也必须要了解的是 20几万人在整体的法国选民 尤其我们有民调的数据来对比的话 25万人上街 是不是就真的能够击败 所谓现在有35% 35%左右支持度的右派 恐怕难度还是不小的 也就是说真实的法国政治 恐怕真的是要选票开出来才知道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就算是左派的政党集结起来 真的能够让马克宏带领的 这样的一个执政的联盟 不要在大选当中失败 或者是不要输得太难看 他是不是就代表马克宏有了民意的支持 恐怕并非如此 因为我们刚刚特别强调了 这四大阵营 这四大左派的政党结合 并不是在支持马克宏 相对来说马克宏的支持 现在确实是比较薄弱 那法国的政治 如果真的出现了右派 真的在国会当中占据了多数 未来的法国在左右分别占领国会 跟所谓的行政权之后 恐怕出现了左右共识 不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政局 那当然对于法国在欧洲 整个影响力或者是法国国内的很多的政策上面 都会出现蛮严重的分歧 这是法国政治 或许在7月7号结束两轮投票之后 可能会出现一段不稳定的震荡期 这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 毕竟法国在欧洲的力量 非常的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对乌俄战争 甚至在中美的交锋当中 法国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 也都值得关注 好确实听起来这个左派内部 其实还是有蛮多不同的声音 那到底这个联盟能不能胜出呢 我们之后后续会再请教授来为大家分析 今天感谢教授 感谢